《出埃及记》第30章 你要用造夹木做一座烧香的檀 这檀要四方的,长一轴,宽一轴,高二轴 檀的四角要与檀接连一块 要用纯金,把檀的上面与檀的四围,并檀的四角包裹 又要再檀的四围,向上金牙边 要做两个金环,安在金牙边以下,在檀香队的两边,可以穿杠,用椅台檀 要用造夹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 要把檀放在见证柜前的蔓子外,对着见证柜上的遮碎盖 就是我要与你相会的地方 亚伦要在檀上烧新香的香 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 黄昏他点灯的时候,也要烧这香 作为世世代代,在耶和华面前常烧的香 在这檀上不可献上别的香 不可献凡计,素计,也不可交上电计 亚伦一年一次,要在坛的四角上,为坛遮罪 他一年一次,要用遮罪之赎罪记的写,为坛遮罪 作为世世代代的定例 这坛在耶和华面前,乃为至圣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你要爱以色列人被数点的,计算总数 你数点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把数架给耶和华 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栽秧 凡被数点的,每人要按圣索的摄科勒 一摄科勒是二十基拉,交银字半摄科勒 这半摄科勒是献给耶和华的举计 凡被数点的,自二十岁以上的人 要将这举计献给耶和华 你们为自己遮罪,将举计献给耶和华的时候 富足的不可多交,贫穷的也不可少交 个人要叫半摄科勒 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遮罪银 作为会牧师奉执用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 为他们遮罪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你要用铜座洗镯盆和盆座 以便洗镯 要将盆放在会幕和祭坛之间 在盆里盛水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要用这盆里的水洗手洗脚 他们进会幕的时候 要用水洗灼,免得死亡 或是他们就近坛前供职 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 必要洗手洗脚,免得死亡 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 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 耶和华又告诉摩西说 你要取上好的香料 就是流制的墨药500摄克勒 香肉贵一半 就是250摄克勒 香肠蒲250摄克勒 贵皮500摄克勒 都按着圣索的摄克勒 又取橄榄油一新 你要把这些香料 按调制香品者之法 复合成香品 做成圣膏油 要用这高油抹绘墓 和见证的柜 桌子和桌子的一切器具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 并相谈 樊祭坛和谈的一切器具 洗灼盆和盆坐 你要这样 使这些分别为圣 好称为至圣 樊处着这些的都称为圣 要高亚伦和他的儿子们 使他们分别为圣 可以做祭司是奉我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这油要世世代代 归我为圣膏油 不可倒在一般人的身上 也不可按这些成分 调制与这相似的 这膏油是圣的 你们也要以为圣 凡调制与这相似的 或将这膏油 高在凡俗的人身上的 这人要从民中减除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取新香的香料 就是拿他福 施洗列 洗利笔拿 这些新香的香料和纯乳香 各样的分量要相等 你要用这些加上盐 按调制香品者之法 做成香品 做成纯净 剩别的香 这香要取些倒得极细 放些在会幕内 见证的柜前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 你们为自己调制的香 不可按这些成分调制 要以这香为圣 归耶和华 凡作香和这香一样 为药纹香味的 这人要从民中减除 出埃及记第31章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看哪 犹大支派中 护尔的孙子 乌利的儿子 比撒裂 我已经提名照他 我也已经以神的灵充满他 使他有智慧 有悟性 有知识 能做各样的工 能设计奇巧的工 用金 银 铜 制造各物 又能刻宝石 可以镶嵌 能钓木头 能做各样的工 我已经亲自分派 弹支派中 亚西萨姆的儿子 亚和利亚伯 与他同工 凡心中有智慧的 我已赐他们心中有智慧 能做我所吩咐 你的一切 就是会幕 见证的柜 和其上的遮罪盖 会幕的一切器具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 纯金的灯台 和灯台的一切器具 香檀 樊祭檀和檀的一切器具 洗镯盆和盆坐 金公座的衣服 就是祭司亚伦的圣衣 和他儿子们 用一座祭司侍奉的衣服 高油和贡圣所用 新香香料的香 他们都要照我所吩咐 你的一切去做 耶和华告诉摩西说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勿要守我的安息日 因为这是我与你们之间 世世代代的记号 使你们知道 我是把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 因为这是你们的圣日 凡毒贩这日的 必要被处死 凡在这日做工的 那人要从民中减除 六日要做工 但第七日是完全安息的安息日 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凡在安息日做工的 必要被处死 故此以色列人要谨守安息日 要世世代代守着安息日 为永远的约 这是我与以色列人之间 永远的记号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造天地 第七日便安息舒畅 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 说完了话 就把两块见证的板交给他 是神用纸头写的石板 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 百姓见摩西持颜不下山 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 对他说 起来 为我们造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人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 亚伦对他们说 把你们妻子 儿子 女儿耳上的金环斋下 拿来给我 众百姓就把他们耳上的金环斋下 拿来给亚伦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 注了一支牛犊 是用雕刻的工具做成的 他们就说 以色列啊 这是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 亚伦看见 就在牛犊面前筑谈 并且宣告说 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 此日百姓清早起来 献上烦祭 并带来平安祭 然后坐下吃喝 起来玩耍 耶和华对摩西说 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上来的 已经败坏了 他们很快就偏离了 我所吩咐他们行的道路 为自己注了一支牛犊 向他下拜献祭 说以色列啊 这就是领你从埃及地上来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 真是映着景象的百姓 你且由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我要使你成为大国 摩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说耶和华 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 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并大能的手 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 他领他们出去 是要降祸于他们 把他们杀在山中 将他们从地面上除灭 求你转意 不发你的烈怒 后悔 不降祸于你的百姓 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 以撒 以色列 你曾指着自己向他们启示说 我要使你们的后裔繁增 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 并且我要把所应许的这全地 赐给你们的后裔 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 于是耶和华后悔 不把所说的祸将 与他的百姓 摩西转身下山 手里拿着两块见证的板 板是两面写的 这面那面都有字 板是神做的 字是神写的 刻在板上 约书亚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 就对摩西说 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 但摩西说 这不是打声仗呼喊的声音 也不是打败仗呼喊的声音 我所听见的 乃是歌唱的声音 摩西走进营前 就看见那牛犊 又看见人跳舞 便发烈怒 把两块板从手中扔出 在山下摔碎了 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 用火焚烧 磨得粉碎 撒在水面上 叫以色列人喝 摩西对亚伦说 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 你竟使他们 陷在这样大的罪里 亚伦说 求我主不要发烈怒 这百姓专于作恶 是你知道的 他们对我说 你为我们造神像 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 从埃及地上来的那人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 遭遇了什么事 所以我对他们说 凡有金环的 可以摘下来 他们就给了我 我把金环扔在火中 这牛犊变出来了 摩西见百姓放肆 因为亚伦纵容他们 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 就站在营门中 说 凡属耶和华的 都到我这里来 于是 立位的子孙 都到他那里聚集 他对他们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个人把刀 配在腰间 在营中往来 从这门到那门 个人杀自己的弟兄 同伴和邻舍 立位的子孙 赵摩西的话行了 那一天 百姓中 被杀的约有三千 摩西说 今天你们要承接圣旨 归于耶和华 因为个人攻击了自己的儿子和弟兄 使耶和华 今天赐福于你们 到了第二天 摩西对百姓说 你们犯了大罪 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 或者可以为你们遮罪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 说 爱 这百姓犯了大罪 为自己做了金的神像 倘若如今 你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 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 涂抹我的名 耶和华对摩西说 谁得罪我 我就从我的册上 涂抹谁的名 现在你去领这百姓 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 我的使者 必在你前面引路 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 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耶和华击杀百姓 是因他们同亚伦造了牛犊